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搭上光都可以喔 Mine排到第一點點喔 現在這個融圈二高 容容 你那個Mine可以拿下來 這裡 好的 要準備囉 5 4 3 2 容容 要不要談談自己平常保養的秘訣 怎麼那麼的軟Q 其實我自己很重視各個方位 不管是從洗臉卸妝 保濕美白 防曬我全部都會注重到 那我會先針對自己的膚質 挑選適合自己的保養品 所以其實不管是居家的保養 或者是外出的保養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妳從小就是很懂這方面嗎 還是有吃虧過 其實沒有 小時候真的不懂 就像我剛剛在記者會上面講到的 其實一開始真的不明白 然後也不懂什麼是洗臉 不懂什麼是保養 然後就拿家人的保養品亂擦 就發現根本不適合自己的膚質 反而會長痘痘 所以才會提醒大家說 選對自己的膚質的保養品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挑男友一定要膚質很好 這是條件之一嗎 不會特別針對這個條件啦 但是如果說她的膚質狀況不好 我會推薦她使用正確的保養品 現在合作過男藝人當中 有誰的膚質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合作過的對象 膚質都蠻好的耶 都蠻不錯的 我覺得都蠻好的呀 那穿衣的皮膚好嗎 還不錯 妳應該是近距離看過很多人 那當然拍戲的時候距離都很靠近啊 我自己也會特別注重這個小細節 因為有時候希望自己不只是自己乾淨 讓對方感覺到也是很舒服的 這是很重要的 有幫男友類似這樣挑過保養品 或擦保養品的經驗嗎 是沒有這個經驗啦 不過現在有了Divini啊 這個全系列的產品 我想我接下來會有這個 就是嘗試看看 那會希望李大仁幫陳佑琴一樣就是卸妝嗎 其實我覺得那蠻浪漫的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對象能夠幫助我 就是卸妝啊擦保養品啊 我覺得不管是男生幫女生 女生幫男生 都會蠻就是增進彼此的感情 都蠻不錯的 最近有在小小的休息啊 是做什麼樣的計劃嗎 都怎麼休息那個啊 其實最近是在跑七個朋友的宣傳 然後同時也趁著空檔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也沒有停下來 就是也在為自己之後的工作做很多的準備 對 現在有拍電影的打算嗎 是有就是戲劇的劇本正在看 那還沒有確定說要紀念哪一部 到時候有消息大家一定會知道 都沒有時間談戀愛 其實不會沒有時間 只是覺得說可能還沒有遇到適合的對象 所以還沒有就是戀愛的進展 沒有說沒帥哥啦還是怎樣 不是我覺得不能只是看外表啊 沒有好人 當然肌膚膚質是很重要的沒錯 只是說我覺得不急啦 對 是眼光太高嗎 大家都好急喔 沒有啦其實大家都好急喔 不管是我的家人或者是美女朋友們 還有粉絲朋友們其實都很著急 可是我自己真的不急 因為感覺美女就是很多人追耶 有很多人追你嗎 嗯 也許她拿著迪比尼亞來找我的時候 我會先給她優先的順序 她有沒有那個開出一些那個條件 沒有耶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恩 愛家顧老婆 好啦就是如果你覺得你自己跟任爸很像的話 就先站出來 長相也是可以好嗎 長相我真的不會太在意 對 所以姐姐有替你擔心嗎這一塊 有她很擔心 那她怎麼說 她只有說你可不可以趕快就是出去 交交男朋友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說 我真的不急啊 你們怎麼那麼著急 嗯 對啊 好謝謝 謝謝